打坐修行的法海 居然满脑子都是一着无误女人的身体 女人那美丽的体态 抚摸身体的神情 无一步在法海的脑海里叫嚣着 这样的欲望 让法海根本不能静下心来 他到底经历了什么 听见着质地有声的佛语 是不是觉得这才是僧人该有的面貌 更何况是法力高升的法海 据传法海乃大蟒蛇神的传世 在法海的认知里 人神鬼妖都有各自的等级 不可逾越 而他的责任就是降妖除魔 但是现在他站在高台之上 看着群魔乱舞的人 他陷入了深深的迷茫 还没等他迷茫够呢 他就觉得远处有异样 法海飞奔而去 看见一方丈打扮的老头正在草上飞 他笑问老头修行了几年了 老头不宜有他的说道 转眼已两百年了 正在得意之时 法海怒声揭穿了老头不是人 就要收了老头 又喊出了那句佛语 老头大惊失色 连蒙说四季虽然是蜘蛛精 可是是有佛音的 修行两百年并未为祸人间 希望法海能网开一面 可法海哪管这些 二话不说收了老头压在亭下 一转眼看见一串有灵气的佛珠 他又开始迷茫了 难道我真的抓错了 可很快他就固执地认为自己没有错 这时天降大雨腰风四起 这不又来活了 法海开天眼一看 原来是两条巨蟒 第一反应就是寄出法器收了这蛇腰 等法海走近了 发现有个孕妇躺在地上升台 原来这蛇腰是在为孕妇挡雨 法海看他们是在行善 就难得好心放了他们一马 刚想上去帮忙 却发现孕妇赤身裸体 法海惊哄地后退 连忙默念 还是被法海净收眼底了 这么刺激的画面 这可不是说忘就能忘的 法海慌忙地转身离去 回到四貌修行的法海 满脑子都是女人 衣着无物的身体 她被自己的心魔纠缠痛苦不已 就连平时常用的佛语都不管用了 这时法海满头大汗地惊醒了 她要解除魔杖 她觉得这是自己抓了无害的妖 上天对自己的惩罚 于是法海把蜘蛛精放了出来 但是派的最重要的心魔还是女色 这可是要修炼定力 才能处得魔杖 在一个夜黑风高 风雨交加的夜晚 两条蛇腰幻化成了人形 他们看着人间的生活感到新奇 原来这就是法海放过的两条大蛇 他们姐妹相称 姐姐叫白素贞 妹妹叫小青 他们两人向往人世间的一切 又是一个风雨之日 白素贞在西湖边上 上演了一段取世闻名的旷世之恋 这便是许仙与白娘子的 有缘千里来相会 小青虽然化成人形 但是因为年纪小 对人类的感情是完全不懂的 她看着姐姐对许仙的挑拨 只觉得有趣 趁着姐姐不在家 也学着姐姐的样子 撩拨许仙 对着貌美如花的小青 许仙哪能抵抗得住 要不是白素贞回来早 估计许仙就犯错了 因为连续的暴雨发生了洪涝灾害 白素贞和小青不忍人类受难 施法治水 此时伐海也为了这场灾难而来 小青看见这帅气又厉害的和尚 居然想和他相处 白素贞马上警告他 这是一个没有感情的和尚 懵懂的小青不明白姐姐说的话 不知不觉中 心中留下了伐海的烙印 白素贞和小青在人世间享受着快乐 可得意就容易忘形 两人在水中吸气时 小青露出了蛇尾 这可把外面的偷看的许仙 吓得夺门而逃 转眼 端午快到了 端午家家户户都要喝熊黄酒 可是小青倒行不够 容易现原形 白素贞要小青离开 可小青却认为姐姐在闲她爱事 生气地躲在河里 不愿意离开 世间万物皆有定数 到了端午 白素贞和许仙一起喝熊黄酒 巧的是许仙把熊黄酒倒进了河里 白素贞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 小青现了原形 把许仙的胆吓破了 为了救许仙 白素贞带着小青去昆仑山 摘灵枝草 做法飞行之时又被法海赶制了 法海深怕有什么事情发生 追了上去 到了昆仑山 姐妹二人联手成功地拿到了灵枝草 为了阻拦法海 小青留下断后 法海一看小青手里的佛珠 并没有马上收了小青 她心想 自己的心魔 于是要小心助她修行 只要能乱了她的心智 就放了小青 此时的小青 早已欲望满 不过我可没什么定力 我怕你还没乱 我自己就心乱了 小青的心衣顺着河流飘走 她赤裸地全身来到了法海跟前 使出了浑身卸住诱惑法海 两人缠瞒了一夜 想不到我第一个男人是你 只可惜 你跟我却都没有反人的感情 小青愉快地在水中 玩着法海的尾巴 这时法海定力全乱 眉头紧锁 水面开始沸腾 法海念咒收回了尾巴 小青扑进了法海的怀里 感受到她加速的心跳 趁着法海出神时 伸手摸她的下神 你输给我了 恼羞成怒的法海不愿接受现实 小青还是趁法海体力不支 顿走了 趁机顿走 小青回到家 兴奋不已 总觉得意犹未尽 于是又开始诱惑许仙 许仙拿经得住这样的聊播 也沉沦其中 这一幕被白素贞看到了正着 两人为此大打出手 此时的白素贞已怀有身孕 她再次劝小青离开 小青怨恨地走了 法海为了对付蛇妖二姐妹 特意来找许仙 告诉她家中有蛇妖 而她命在旦夕 并将自己随身携带的佛珠 送给了许仙 这样可以让蛇妖无所遁形 永世不得翻身 许仙离开法海后 一边往家里狂奔 一边把佛珠扔了 到家后更是言明 知道她两人是蛇妖 但是不然两人被法海抓了 要他们赶紧离开 说话间法海又来了 见许仙不上路 就把许仙带回了寺庙 白素贞和小青赶来救人 小青更是说出了法海 和自己打赌之事 法海听后更加恼火 更加坚定了要收这两个射药 这熟悉的佛语一响 就知道法海又要下死手了 白素贞眼间救不了许仙 一气之下水漫经山寺 两边斗法时 白素贞突然肚子疼 水不受控制地冲向了百姓 瞬间生灵涂炭 这可闯大祸了 白素贞产下义子 法海惊呆了 他不愿相信 白素贞竟然修炼成人了 小青趁法海兴这大乱 进入寺庙救许仙 却发现许仙已剃度出家 因为许仙被封了五感 根本说不出话 他看着许仙流下了凡人的眼泪 他认为许仙出卖了他们 白素贞因为产子历劫 他把孩子交给了法海 自己却被他压死 小青为了姐姐 还是把许仙救出 大声呼喊白素贞 却发现再也找不到姐姐 他倍感绝望 一箭杀了许仙 法海大怒 认为小青杀生时 小青说 法海你自己也杀生了 法海看着水中的尸山血海 法海幡然醒悟 原来自己也是先攻后过 经历了世间种种的小青 终于明白了什么是人世间的情 当他与法海站在一起时 说完头也不回地潜入了水中 法海望着小青离去的身影 轻轻地换了声小青 这是法海第一次这样换小青的名字 这其中包含了多少情感 有愧疚 有忏悔 也许也有对小青的爱吧 这部1993年上映的电影 打破了常规 以小青的视角来看待着人世间的一切 看待着隐秘的情欲和伦理 以不能用普通爱情来形容 白素贞为了举仙断送了千年修行 小青为了姐姐有情有义 男人与他而言都一样 只有姐姐是他一辈子的追随 小青最终学会了流泪 学会了凡人间的感情 法海无情吗 他曾说过 人妖数毒 所以才会善恶部分地拆散有情人 其实他也是有情有欲望的 但是同样他不懂情为何物 所以才会恐慌 之所以要灭妖 就是要灭了自己贪恋红尘的欲望 可是当他看见白素贞产子 他所坚信的世界观 瞬间崩塌了 这时他法海才是真正地放下了执着 放下了牵挂 问世间情有何物 千人千种说法 而能流传至今的 是因为他有太多的遗憾 却又愿意为他而坚持